妈 燕燕真的失踪了 阿姨现在已经认定了我就是她的燕燕 那我就继续做她的燕燕好了 你的后部面部 伤口很多 需要进行手术 如果燕燕回来了 她不在的时候 让我来陪你 我对不起燕燕 现在又来伤害你 建议进行 从摘除 楚亮 你会接受如此的火吗 你怀孕了 意外让命运转折 识相的话 该你帮我走 提前出货 没那一张目睹 我让燕燕失踪了 这次行动 由我亲自指挥 慕奈在回家路上 给宝儿生个孩子 去上这个家的乡口 鸭啊 再往前 就是悬崖了 不断生极的残酷 愈加绝望的处境 你也许要进行手术 我们结婚吧 重生却迷失在败与恨中 就是逃走我幸福的贼 救赎何时到来 如果有来生 能带坐你的心 敬请收看普法栏目剧 六级迷你剧 风雨燕归来 你怀孕了 真的吗 妈 燕燕可能已经不在了 妈妈的记性不好 那天 你们俩说要结婚 我就想把这戒指给你 听话就好 一会儿我就给你洗澡 让你和宝儿圆发 你干吗 我来干 你干吗 不许 这是你母亲给我的戒指 她把我当成燕燕 这几天一直没有机会给你 把她拿 听说有警察 跨省追查被拐外的妇女 你且看我的 是有办法 那天那小伙子就蹲在这儿 这掉下去还有救啊 肯定是凶多吉少了 呀 再往前 就是悬崖了 楚良 你们下去搜索 不要见人 死要情世 楚良 我们结婚吧 我不能对不起燕燕 看普法故事 品百味人生 这里是普法栏目剧 我是主持人 古话 今天继续我们的第四集故事 前面我们看到 欧阳燕终于是想尽办法得以逃脱 但是却被逼得走投无路 她孤注一掷跳下悬崖 现在是生死未无 而另一边 楚母的病情是每况愈下 已经彻底不记得欧阳燕失踪的所有事情 甚至还把廖青一直都当成是欧阳燕 为了不让母亲再受刺激 楚良和廖青也一直在配合她演戏 而廖青呢 也得以能够就此和楚良是越走越近 她甚至主动提出要跟楚良结婚 对于楚良来说 提上的执行任务 廖青豁出信力自己挡了一枪之后 她心里对廖青就一直是充满了亏欠 现在呢母亲的病情愈发严重 她内心里面可谓无比的痛苦和纠结 不知道接下来该如何去选择呢 那么欧阳燕跳下山崖之后 又能否熬过这一劫回到楚良身边 她们的感情接下来又到底该何取何从呢 今天咱们就接着往下看 妈 她真的不是燕燕 她怎么就不是燕燕了呢 你们俩不是都要结婚了吗 妈 妈 燕燕真的失踪了 那我得去找燕燕 燕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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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妈 妈 喂 是120吗 大夫 我妈的病情怎么样了 你母亲的病情刚刚稳定 你们以后要好好照顾她的情绪 得了这个病啊 就像个小孩子 需要哄着 让她开心 如果一旦再受到了刺激 病情就会迅速下去 造成肢体瘫痪之类这些问题 那可就严重了 好 一定要注意 好 行 谢谢您 麻烦了 我先走了 行 燕燕都失踪这么巧了 我真不知道能不能把她找回来 现在妈又这样了 楚良 你也要慢慢学着接受现实 阿姨现在已经认定了 我就是她的燕燕 那我就继续做她的燕燕好了 我愿意 楚良 楚良 欧阳燕 总有一天我会成为你的嫂子 我们结婚吧 楚良 我是绝对不会放过你的 楚良 你醒了 能听见我说话吗 医生 我这是怎么了 你从悬崖上摔下来了 一位放羊的大姐救了你 把你送到了医院 这是你的东西 你已经昏迷好几天了 可以联系你的家属吗 医生 电话借我用一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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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来一下我了 口部 面部 伤口很多 都是外伤 需要进行手术 医生 那我什么时候能出院 最快也要三周 镜子 镜子 给我镜子 让她自己嫌疑吧 我们出去 继续 继续 主要 为什么 那我 可以 帮我 那我 那我 是不是 楚梁 我是绝对不会放过你的 两条 燕燕想让你给她当伴娘 参加你的婚礼 只有一种可能性 那就是 新娘是你 你又何必呢 我一直觉得 每个人生下来 都注定有自己的使命 也许 我就是那个注定陪伴你的人 燕燕从小在我们家长大 她上大学的时候 我送她去学校 她毕业了 我接她回家 我心里一直在想 千万留下来 千万留下来 不要离开我 可当她留下来的时候 我却把她弄丢了 我从小 就有一个不可能实现的愿望 我希望我妈给我生一个哥哥 没有哥哥的女孩 从小就跟男孩比高低 爬墙 上树 无所不可能 所有的男孩 都是我的家乡第一 直到有一天 我认识了你 我看到你对燕燕的呵护 我忽然不想比赛了 我也渴望被保护 和你在一起 不管做什么 我都很有安全感 可是事实呢 替我挡子弹的是你 被保护的 是我 你心疼了吗 亮晴 你有没有想过 如果燕燕回来了呢 她不在的时候 让我来陪你 陪你一起等 好吗 昨晚的 来一下 我给你 你没想过 我都会有什么 我都会有什么 我都会想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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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可以想过 我都会想过 我都会想过 我我都会想过 一夜未眠 离开楚良和妈妈 一年的时间 我经历了常人想象不到的苦难 身体的疼痛 和回忆中的一幕幕 丁强的脸 总是在我的眼前浮现 我要不要告诉楚良 我所遭遇的这些 如果他知道 我们的孩子没了 该是怎样的悲痛 难道要让他经历我的痛苦 我的身体 如同脸孔一样面目全非 整容的技术可以修复我的脸 却无法抹去内心的伤害 楚良 你会接受如此的我吗 我们都知道 这一年来 欧阳燕经历了种种磨难 现在好不容易逃了出来 却因为跳下山崖 容貌被毁 如今欧阳燕真的是伤痕累累 内心也疲惫不堪 回到楚良身边 是他如今唯一的信念和坚持了 而另一边呢 楚良却总是阴差阳错地 一再错过电话 没能够和欧阳燕联系上 如今 以满足母亲可叛她和燕燕顺理完婚的心愿 而此事的欧阳燕 还在拼命挣扎着想回到楚良身边 她并不知道这段时间里面发生的所有变故 而之后 若欧阳燕可得知 而真想 她内心里又会作何感想呢 咱们接着往下看 欢迎讨论 以后您还得好好照顾她的生活 刑警队以后就是你的娘家 楚良要是敢欺负你 我们大家伙谁都饶不了她 有您这句话我就放心了 咱们一言为定啊 一言为定 来 嫂嫂咱们去楼上 行 你们上去看看 不吵了 不吵了 医生 怎么样 我可以出院了吗 你今天还不能出院 为什么呀 我已经办了出院手续了 按照你的要求 进行了全面的身体检查 可能会有一些麻烦 麻烦 你以前做过流产 必须把你肚子里的孩子给我拿掉 你喝了它 身子就利索了 滚呢 那应该是流产后护理不当造成的 报告显示 子宫感染程度比较严重 并且伴有子宫内膜炎和子宫肌瘤 而且面积和数量非常大 那怎么办医生 建议进行子宫摘处 建议进行子宫摘处 你考虑考虑 我们走了 为什么 为什么偏偏是我 自有父母早亡 婚前遭遇拐卖 怀孕被迫流产 冒死逃脱 又要让我在生命和做妈妈的权利之间做出选择 不 不 又到家了 燕燕啊 咱们那喜子人家买了吗 买了 买了 您看 真好 买这么多呀 来 赶紧地贴 咱们把这写字都贴上 行 我来来 妈 您刚出院 您先休息 我不累的话 那贴上以后看着不也高兴啊您 您休息 您听话好好休息 我们来贴 行吗 这写字 这写字可好看了 真好 真好 行 我们来贴 走 休息一下 休息 行吧 行吧 那 好好好 把写字都贴上燕燕 好了 妈 妈 妈都贴上她 让人家都看见 好 好 好 这里也要贴 好 大哥 生活不坚定 你孩子 必须做她 人子一辈子就这么回事 你老是生个孩子 建议进行 自宫斋主 都说善有善报 恶有恶报 可我自问 从来没有伤害过别人 甚至从来都没有想过伤害别人 为什么老天要这样对我 我该怎么办 我该怎么办 好 谢谢 慧 婚礼现场布置的太好看了 这个滚门的设计好有创业啊 听说明天宾客坐在椅子上 会摆满粉色和红色的玫瑰花瓣 是真的吗 这些五颜六色的风车我也好喜欢呀 孩子们一定高兴坏了 我都能想象到他们坐在草地上 转着风车的样子 是啊 风车可以带来好运 跟我想的一样 你作为一个警察 还挺懂浪漫的嘛 这些点子都是怎么想出来的呀 我猜一定是婚旗公司的主意 他们真会做生意 这些都是燕燕的主意 我知道这么说你会不高兴 但是我不能欺骗你 我答应过燕燕 婚礼要按照她的方式来办 有鲜花 风车 风车 草饼 还有蛋糕 我答应过她 就一定会做到 对于我来说 这场会里意味着 我和燕燕 得结束 对于我来说 对于我来说 好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我赢了 我是第一名 十九八七六五四三二一 初良 说你会爱我多久 我爱你一万年 爱你一万年 爱你一万年 这项链呀从你送给我以后 我就再也没有取下来过 睡觉的时候可以摘 遵命 楚大队长 哪怕 啊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TORONTO 你好 你找谁 您好 我想找一下刑警队的储良 你有证件吗 我没有证件 没有证件 见不了 真的找他有事 怎么了 小王 郭段 他没有证件 是要闯进去 你有什么事吗 我有点私事想找储良 队长今天请假了 请假了 他不是从来不请假的吗 今天我们队长结婚 结婚 是的 储良哥 你不是说爱燕燕一辈子吗 我以为你会等我 像我想你一样的想我 今天是属于我们俩的 去年是 今年是 以后永远都是 为什么是今天 不可能 储良 他绝对不会抛弃我的 我要把他抢回来 我一定要找到你 我答应过燕燕 婚礼要按照她的方式来办 有鲜花 风车 草别 还有蛋糕 我知道廖青喜欢你 咱俩结婚了 你要请她来做伴娘 数字 妈妈 你谁呀你是 我是燕燕啊 我是你的燕燕啊 你可回来了 快让妈妈看看你 妈 你不是 你不是 我的燕燕长得很漂亮的 妈 我就是你的燕燕 我就是你的燕燕 不是 你是个臭八怪 我是 你是个臭八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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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姨 您在这呢 我们找你半天了 走吧 去婚礼现场 好 这个廖青看起来比燕燕洋气 那是 人家是电视台记者 见得多识过 楚良真是有福气啊 媳妇又漂亮又能干 所以说燕燕命苦呀 日子都定好了 结果人找不着了 还是觉得燕情好 White 听到你的视台可以不在乎 抚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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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抚 乳 éner 乳雪 非常开心 很开心 Beer 快点 那我们一会ак 这是 готов Number 感谢 真的感谢各位亲朋好友 能够参加我和廖青的婚礼 谢谢大家的祝福 谢谢 亲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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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 李宗盛 中文字幕 李宗盛 中文字幕 李宗盛 廖青会成为她的新娘 其实以前 我就发现廖青喜欢楚良 女人的直觉 让我从她看楚良的眼睛里发现 现在一切都变了 她赢了 她成了楚良的新娘 当她得知我失踪的消息时 一定会窃喜吧 她成人之危 霸占了属于我的幸福 我恨她 我希望有一天 她可以经历我的痛苦 还要听讲 是她 是她改变了我的命运 从今天开始 到时候 将是我活在世上 唯一的理由 来了吧 你也快去洗澡吧 妈 我去那边 楚良 今晚可不可以陪我睡 我怕黑 真的 我睡了 对不起 我不要听你说对不起 我知道你对演员的感情 我也知道 我们能结婚是因为你孝顺 可是这些我都不在乎 因为我知道 在我心里你是我梦寐以求的丈夫 我也知道 你之所以会这样 是因为你有情有义 这些我都知道 就算让我做演员的提升也无所谓 只要能跟你在一起就好 我太自私了 太自私了 我对不起演员 我现在又来伤害你 你愿 试着爱我吗 初期举办的婚礼 浪漫的布置 熟悉的现场 一切都是欧阳燕跟楚良 曾经设计好的样子 只是这新娘 却换了一个人 欧阳燕怎么都没有想到 自己历经千辛万苦 终于回到楚良身边 最后换来的 却是这样一个结局 欧阳燕看到镜子里面 自己布满伤痕的脸 想起这一年来 自己遭遇的一切 想起这场噩梦的根源 他决定要让所有伤害过他 会为他幸福的人 都付出代价 于是复仇成为了欧阳燕 继续活下去的唯一理由 欧阳燕先是做了一个 整容手术改头换面 然后回到当初被绑架地点 那个龙华海鲜大排档 欧阳燕又一接近 当初亲手绑架他的丁强 进入了大排档工作 之后又不得所谓的 老大飞哥的欢心 成为了飞哥的地下情人 如今这一步一步的计划 是欧阳燕已经是 羽翼丰满积蓄好力量 他已经准备好 要正式开始他的 复仇了 好 好看吗 好看 什么好看呀 衣服好看呀 不过不穿衣服更好看 考验了你 你啊就是不舍得给我买衣服 天地良心啊 你的要求我什么时候打过折扣 这酒店的财政大权你长的 这房子 行了行了 财政大权呢 我是掌握着 我是掌握着 这房子呢是你供的 我的零花钱呢也是你给的 什么时候都是指老三呀 不过这话说回来 我掌控的时候 什么时候让你操过心 操过心 操过心啊 那当然了嘛 我们家艳妮啊 天上没有 地上只有一个 我捡了个大便宜是吧 那你还不 让我好好地伺候伺候你 急什么呀 你们男人啊 一个个的都是这样 什么意思啊 哎呀没什么事了 今儿怎么了 没事啊 哎呀 我最讨厌人说一半藏一半 让人去猜 哎呀我真的没事 你干嘛呀 我说你今儿大便宜了 你说 哎呀好了 好了好了好了 那是你让我说的啊 好说吧 那我要说的话 你不准生气 我不生气 发誓说 发誓吗发誓吗 好好好 我发誓 我不生气 行了吧 好吧 那我就告诉你啊 好 你那个宝贝外申丁强 他说呀 当初是他介绍我来清远宾馆的 让我好好地报答他 然后还说什么 我不答应 他就到办公室里来堵我 丁强不至于吧 什么不至于啊 还不是因为你啊 你不肯公开咱俩的关系 要是要是他知道我是你的女人的话 他也不敢这样的 在他的眼里呢 我现在不过是一个有点姿色的女人罢了 他丁强 他也不敢呢 那那那跟你说牛不信真是的 你回来了 走了 你干嘛呀你啊 我说了牛不信的 这事什么时候事啊 你得有证据吧 证据是吧 好 给你看啊 那 看 他给我发短信 什么事啊这就是 好了啦 飞哥 你放心 我可不傻呀 你想你虽然年纪大了一些 但是 老到位老 是不是 你这个小人惊 你来追我呀 别跑 跑跑跑 找找你 急什么呀你 闹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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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闹 你不要拒絕 嗯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欧阳燕失踪了 这次行动由我亲自指挥 无奈在回家路上 给宝儿生个孩子 去上这个家的乡父 压了 再往前就是悬崖了 不断收集的残酷 愈加绝望的处境 你需要进行的手术 我们结婚吧 重生却迷失在败与恨中 就是投赌我幸福的贼 救赎何时到来 如果有来生 再做你的心 精心收看普法栏目剧 六级迷语剧 风雨燕归来 欧阳燕改头换面 惊艳出场 但此刻她已经不再偏真和单纯了 她化名为燕妮 一步一步地接近飞河 打入犯罪团伙内部 为得除掉每一个伤害过她的人 同时呢 又私下里把一些犯罪证据向储良提供 以图内外瓦解这个犯罪团伙 并且通过这种方式还可以接近储良 那么接下来 她的复仇计划能否顺利实施 她跟储良又会产生怎样的交集呢 请不要错过我们的第五集故事 看普法故事 品百味人生 这里是普法栏目剧 我是主神图